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贸情势分析 经贸情势分析第十三讲 中国大陆经济情势分析三 今天我们仍然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远东国际商业银行 副理林大庸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大庸 2011年8月国际信费机构穆迪 对中国提出了警告 他们认为既欧债美债之后 会可能引发下一个金融风暴 是中国的地方债 那么中国政府在2011年的7月 公布了他们自己的地方债 公布的数据是10.7兆人民币 但是国际的投资机构认为 这个数字绝不仅于此 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是14.3兆 那么中国地方债 到底会不会引发下一个金融风暴呢 在本讲次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做精彩的分享 本讲次的教学目标 一 中国十二五规划 二 中国地方债 五年计划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计划 它重要就是要计划 在未来的五年当中 如何去规划整个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战略 那主要是针对全国 这个重大的建设的专案 还有生产力的分布 以及这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规划 作为整个大陆的经济的 未来的一个愿景 还有目标 以及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这边要和各位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 从1949年到1952年 这几年的当中是 在大陆是一个国民经济的 复苏的一个时期 因为它从1949年 正式的见证 所以49到52 刚从战后过来 所以那时候的经济 还在恢复的时期 可是到了1953年开始 那时候也是刚好爆发寒暂 那中国大陆开始 当然要从经济开始来建设 1953到1957 就每五年一次的规划 所以叫做 那时候叫做15计划 第一次的五年计划 经济计划 然后1958开始 1958开始 连续五年 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 就是二五计划 这样的话 依次类推 对 到了2006年 到了2006年 改名了 改名会 十一五规划 第十一个五年的经济规划 对对对 再来从今年开始 2011年就是十二五规划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十二五规划 而不是计划 那现在我们要大概 大致要了解一下 到底计划和规划 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说 计划是指国家在生产 还有资源分配 以及这个消费方面 都是由政府一步 按部就班的来进行计划 然后计划出一个具体的实行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 按部就班来 对对 可是规划 规划它是就整个宏观性 宏观性 还有战略性和长远性的 长远性的一个经济的运作 还有一个方案 对 把它规划出来 对对 把它规划出来 所以 所以简单来讲 规划等于就是一个计划的指导 对对对 那计划 是规划的执行 执行 执行 规划看得更远 计划 变成有规划 再来进行细部的一个计划 这一点 林老师你再补充一下 好不好 但是不管是计划 规划 其实都还是摆脱不了 中国大陆还是一个计划性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体制 他跟我们一般西方国家的 自由经济体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自由经济体制 是由市场来决定一切 市场告诉我们 应该生产什么 应该做什么东西怎么去分配 有价格机能来指导 那么计划经济就是我国家 比方说我今年重点要发展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发展这个节能减碳 那全国就跟着这个目标去走 这个就是计划经济 所以说规划还是计划 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产物 那么中国从1979年开始 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 他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因此而退出这个历史舞台 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改革明显的是要朝向市场化 比方说他现在还是有所谓的资本市场 可是他的这个计划经济还是仍然存在 而且他的计划经济又扮演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 作为中国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 还有社会发展一个宏观性的这个规划 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计划经济 其实他也遇到了一些矛盾 因为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的过程中 避免会遇到什么生产过剩 类似之类的这个市场失灵的现象 所以中国就利用去计划化来强化这个市场失灵 但是又怎么样 又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 又透过强计划化来矫正计划的一个市场失灵 我想这是一个中国政府目前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 换句话说 这个不管计划或规划 也不是全部是万灵丹 对 因为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根据市场来运作 可是他是先有一个蓝图 照他的蓝图去运作 市场是来配合他 这好像很怪怪的 所以难免会产生市场失灵 所以他有时候还要再强化他的计划 然后来克服这个市场失灵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这个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可能的影响 因为他的层面太广 那么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涵盖范围非常的大 他涉及的面向非常广 那我们就从五点来看 第一点他要转换经济的发展方式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那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陆是以出口导向 还有基础建设投资来拓展他的经济 可是自从金融海啸之后 他觉得依靠出口依靠外销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为什么因为欧洲跟美洲失火了 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依赖这两大市场 所以十二五规划第一个 他就是要放在什么国内的消费 他要改变他的策略 改变流血外销的策略 然后本身他自己的市场 要从世界市的工厂 转变到世界市场 所以第一个这是中国大陆要转变的 从内销转回内需 那第二个 他要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就业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大陆过去的政策 是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 就好像过去邓小平常常讲的一句话 不管白猫黑猫 只要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所以中国大陆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政策 是让沿海的人先富起来 那富起来之后才去带动内陆 可是这里会有问题 这会造成这个农民的工资过低 还有就是贫富悬殊过大 所以中国目前十二五规划里面 他就是要推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要加速农村向城市人口的移共 然后进行工资改革 解决农民工资的问题 要让大家有钱花也敢花 促进国内消费 从这边我就可以再补充一下 我们国内台湾早期的发展 我们是有四年的经济建设 他们是五年对不对 我们是四年 可是我们台湾的策略和它不太一样 它是沿海先富起来 可是我们是中产阶级先富起来 所以我们是成钻石型的经济策略 钻石型的 钻石型的中间比较宽 先富起来 钻石型会占社会阶层大部分 那这大部分的人能够有固定的收入 那这个消费就提升 社会提升 也消费提升 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就会成稳定的成长 所以钻石型的发展到现在来讲是最好的 我说的就是最好 因为钱端有钱的 富有的比较少 贫穷的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早期就照顾公教人员 有这个188的产路出现就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所以策略很重要 金领一个国家 和金领一个企业是一样的 策略一定要对 像我们早期以前提过 进口替代策略 所以是很成功的 配合这些大陆带来的年财 日本代台湾50年的工业的基础 然后在国民党政府 从大陆带来那么多的人财 来规划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愿景 和去执行 然后再加上美国 带给我们很多的订单 订单 因为我们没有资源也没有订单 再给我们know how 这个实在是天佑台湾 所以现在我们马总统的规划就是 以台湾为着心 台湾是为东亚战略的着心 我们北面有日本的EPA 就是和日本 现在9月23号已经签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台日投资协议 可是我们更重要还要和日本在签一个什么EPA 就是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 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 然后右边呢 右边是中国大陆 西边是中国大陆 西边是中国大陆的ECFA 对 右边是东边呢 东边就是美国的TIFA 投资架构协议 南边呢 南方就是那个和新加坡的这个FTA 自由贸易协议 所以在这个这样完美的完整的一个架构之下 政府的这个规划真的非常的完美 这个如果整个国际的经济稳定 那这个不得了 台湾就冲上去了 冲上去 好像冲天炮这样飞上去 好 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 第三 要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广低碳技术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那我们知道呢 过去中国呢 把重点发在一些高耗能的产业 所以未来中国呢 要走低碳经济 要走节能减碳 他希望呢把每一单位的GDP呢 要调向17% 所以未来呢 相关的一些节能减碳的产业 包括新能源 太阳能 风能 核能 这些产业的比率呢 势必会提升 那特别还有一点呢 就是什么 就是天然气 对 那所以相关天然气的产业呢 将来呢 我想他的后续呢 也持续会看好 我们到大陆去参观 现在人家乡镇 对对对 像CCCD那种小乡镇 某些都已经用电动了 对对 好 第四 要继续推动产业升级 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中国大陆呢 他最主要的十二五规划里面 要培育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七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呢 包括第一个节能环保 第二新一代的资讯技术 第三生物 第五高端装备制造 第六新能源 第七新材料 新能源的汽车等等 这七大新兴能源产业呢 都是以环保节能为主 那比方说这个邱老师 最近有一个 之前我们有一个陈執行长 对不对 他的藏宏能源科技 他做的就是这个铃铁电池 我想就是在涵盖 这个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里面 所以氧化铃铁零电池 这是从加拿大FORSTEC的专利 另外我们再比他更进一步的 发展这个正极材料 可以讲为说 我们是氧化铃铁零电池的先驱者 这是世界专利 对对 然后我们在生产这个 常用科技是生产那个电池芯 对对对 这也是台湾的里程碑 对对 那大陆江淮汽车也来 也想和我们这个公司合作 所以两岸这个有关 节能简单电动车的市场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 为了是很大的 那第五十二五规划 是指导未来五年中国大陆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我想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 也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十二五规划的 为中国大陆经济所带来的机会 也是台湾的机会 所以未来五年 我们台湾一定要持续的关注 十二五计划的一个进展 跟一个成效 好 接着我们要来探讨一个 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的地方债 根据目的他们的评估 应该是刚才拿到14.2兆左右 不是观光所公布的10.7兆 应该是很多 那为何会造成地方债 很明白 因为金融海啸2008年 对 2008年全世界的政府都是要振兴方案 振兴方案 拿钱出来 协助企业 让流动性增加 那时候中国大陆的政府 他已经拿了4兆人民币 来做公共国资 扩大内需 加电下乡 加电下乡等等 这些都是要钱来做4兆人民币 对 可是地方政府就利用这个机会 赶快去借钱 借钱来建设 对 这是当然是对的 借钱来建设 但是你要看你 厂债能力好不好 他说拼命借拼命借 对 等到整个大陆通货膨胀开始 开始了 通货膨胀开始就要紧收 后币供给量就要紧收 对 银庚就要紧收 结果发现 哇 突然银庚紧收他很不习惯 而且一些担保 一些担保品 或是空头的担保 对 就等于要断粮一样 对 所以这个就严重了 就产生地方债 那么庞大的地方债 林老师你再说明 那个地方债 到底怎么来处理 好 那么目的呢 比较忧虑的是说 其中的14.2兆 有四分之三 可能都有违约的风险 而且呢 他们也特别的指出呢 这个有一些地方的 这个地方政府呢 是透过一些融资平台 来跟地方政府借钱 那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呢 本身的债务是被隐藏的 是看不到的 那么 刚刚邱老师有提到 这个地 造成这个地方 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2008年 中国为什么 为了救世 为了救世 才产生了这些 这么多的一些 比方说蚊子管 比方说我们看在最近的一些报道里面 有看到中国什么 在荒漠里面盖的地堡 盖的什么机场 或者是盖高速公路 那这个高速公路呢 可能使用效率都不高 而且呢 上个月又发生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个融资平台 叫云南省公布投资公司 他发生了一千亿人民币的贷款违约 让整个金融业都产生了恐慌 那么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效能 好不好 平良心讲 非常不好 他成立只有三十五个person 为什么只有三十五person呢 因为呢 大部分都怎么样 被贪污跟浪费流失掉了 造成这个建设过量 对对对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最后呢 这些地方债的烂摊值呢 是不是要由中央政府出面来怎么样 来收拾 那么很多的地方债的烂摊值呢 可能呢 都会转嫁到持有债券民众的身上 这个是这个目的国际机构 还有一些投资机构 比较担心这个中国地方债 可能会是下一个金融风暴的一个引爆点 甚至还解除了一个限制 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的一个 一个一个限令 就把它解除掉 解除掉 他就拼命发行这个 对对对 地方政府的债券 让民众来认购来买 对对对 这没有问题没有解决 还是隐藏在那边 未来一旦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再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那照这样来讲 中国地方的债务是否会引爆呢 引爆这个债务风暴 好 那我们来看因为事实上 整个从二零一一年以来 市场有经历过日震欧债美债危机 那现在连中国可能都会有这个主权的债 都会有这些地方债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包括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 社会不公的问题 空气污染等环保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了其实这个债务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我们要因为中国地方债呢 占GDP的36% 与欧美债的本质有一些差异 就是连中央再加起来 对 也不超过60% 对对对 不超过GDP的60% 那这个水准跟其他欧洲 美国希拉比起来 其实还算是蛮健康的 他们都超过一百多 对他们都一百多 对对 所以这个问题里面 还有本身中国即使地方加中央的债务加钱 也不超过六十 其实还不超过六十 那第二个市场也不应 也不需要为地方再感到忧虑的原因是成长 假如一个国家 他的经济成长很低 可是他又维持很高的财政支出 那就很糟糕 那就很糟糕了 这个我们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个公司 就是说这间公司 他一二块就都没贪一 他贪一两块 但是他在花钱都花一二十块 还是幾百块 那我们当然认为这个国家会出问题 但是像中国大陆 目前的经济成长率 每年都有九趴 就代表说 九年有左右 所以这个国家 其实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公司 明年会比较差 对对对 那是预计啦 说明年也会好起来 所以如果 因为美国经济一定会好 对 所以你把他的债务 跟这些欧洲的美国来比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大惊小怪 那第三点呢 中国资产不畏可观 外汇储备三兆美元 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 对对对 那么事实上以中国的 刚刚讲过的一个平均成长 经济成长率是九趴 那一个很赚钱的国家 他要累积的三兆的外汇存底 又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对对 会赚钱又很有钱 而且三兆美金 对对 而且过去十年 中国其实他的税收的成长也很快 他每年是以二十percent税收的速度在成长 这个是在全世界觉悟经有 其实其实我们到中国看 你到每个风景区 其实他的门票都很贵 其实他的这个税负其实是蛮重的 那第四点呢 我们要提到的是公占呢 占GDP的比重全球最低 硬着陆是天方夜坦 股市过度担忧 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因为要养活十三亿的人口 所以如果他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七趴以下 我们认为这个是硬着陆 所以中国大陆要避免硬着陆 就是中国的经济呢 要维持维持的七趴以上 百分之八以上 对对对 因为人太多嘛 对对对 失业率会很高 失业率很高 社会就不安定了 对对那比较重要的是 其实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体制 他的土地全部都是中国政府的 土地是国有的 土地之外呢 除了土地之外呢 他有很多国际企业的股票 也都是政府的 像中国工商银行 这是世界上很最赚 两千亿的资产 对对对 两千亿人民币的资产 对对 他有六成的股权呢 对 都是这个 都是中国政府的 那还有中国有庞大丰富的 这个资源 这些资源呢 也都是中国政府 人民币又轻了 对对对 所以说不能比 对对对 所以我们认为呢 其实中国地方在的问题 应该不至于会引发下一个金融风暴 我这个分析非常的透彻 我们分享这个各位同学 这个很好 那中国为何捨希腊来救意大利呢 林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二零一一年的八月九月呢 八月是全球的股灾 九月呢 希腊债余波荡漾 那全球都观察在希腊 到底会不会倒 那么呢 市场呢 却传出中国呢 想要透过拥有四千亿美金的主权基金 中国投资公司购买意大利的债 那不过比较调诡的是中国不救希腊 却救意大利 其实呢 这个是反映国际政治现实的一面 为什么中国决定救意大利而不救希腊呢 那当然呢 依照中国本身的逻辑来思考 基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因素 中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最有国家利益的国家 来施以援助 这些国家呢 中国认为意大利最符合他的国家利益 虽然呢中国一直表示我将来一定我要来购买欧债 我要来当作这个这个国际的这个这个救援的一个使者 但是事实上呢 中国去买欧债是有顺序性跟选择性的 那中国呢 其实买希腊债跟买葡萄牙债非常的少 但是对意大利的国债呢 中国大陆很慷慨 在希腊1.9兆欧元的国债中 中国大陆就已经买了四趴 将近七百六十亿欧元 七百六十亿欧元 对对对 折二美金差不多一零二零亿 对对 如果这一次呢再施加与援助 那金额可能会更高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大小眼呢 那么重要的因素呢 当然是这些国家的政经实力 那么意大利呢 是传统的这个西方工业大国 他不仅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 也是欧盟的创始会员国 同时呢也是G8 G20的会员国 他在国际社会呢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呢是寄望这一次呢 意大利如果落难呢 那么中国如果去救他 那当以后呢 意大利可能也会对他加以的回报 还你这个人情 还他这个人情 尤其在G8 G20的会议上 对对对 或者联合国的任何会议上 反正一碰到 应该是人情一定要还嘛 对对对对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 可是在国际政治上 他没有得到同等的地位 对对对 所以他需要一些强国 来帮他讲话 所以G20现在已经有在说 这个演理这个在IMF 里面的发言权 要加重中国的这个发言权的地位 对对对对 那么中国呢 过去一直想跟欧盟建立更紧紧密的关系 但是欧盟因为走美国路线都不太理他 所以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趁虚而入策马入欧 以意大利在欧洲的实力 如果中国想要进军欧盟 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那么反过我们来看希腊 希腊其实他没有什么工业 他是以观光业为主 所以他一直受到别人的援助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救希腊 最主要是希腊本身的经济状况差 又再来的是希腊本身又常会说谎 为什么说谎 他本来的这个嘴巴一直讲 他的这个财政赤字只有占GDP的2% 后来被发觉其实是14% 所以他有很多的数字都是什么 都是不正确的 何况你看今天 昨天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股票市场 为什么已经涨了好几年 忽然又跌了 原因就是他们怀疑 怀疑希腊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这个执行力 要删减他的预算 对 现在就是要让他知道说 这还不是我们一定要援助你 你还是要自助才有人住 对对对 自助才有人住 不过呢 关于这个欧债呢 问题是说由于这个已经整个欧债 已经不只是欧洲的希腊本身的问题 也是欧洲的问题 也是整个地球的问题 如果中国只救意大利不救希腊 也不行 那么也如果真的只希腊不行了 那甚至也可能或援到意大利 或援到意大利 又或援到德国法国 也或援到美国 又或援到全世界 所以说中国这样子的政策 这是不是对的呢 也值得这个检验 历史可以硬件 对对对 2008年的雷曼兄弟 对对对对 刚开始大家都不在意啊 甚至美国的政府他也不在意啊 那些小雷曼算什么 一个投资公司 投资银行而已 对啊 也没有想到一个投资银行 会引爆一个全球金融海啸 动全身 对对 那这个希腊债呢 也会不会是下一个这个金融海啸的引爆点 对应该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同样在地球村嘛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 那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么的庞大 面对世界呢 他应该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那像美国他就扮演一个好像又喘了后 又要扮演就是主的一个角色 你看对对对 那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角色是不是值得我们台湾来借信呢 好 其实中国这么大 他是经济规模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 其实他可以主导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游戏 规则 但是要制定这个游戏规则 就要注重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我们认为呢 第一个制度化 要落实制度 该怎么就怎么做 比方说他知道房价一直涨 要打房 就不要嘴巴講打房 一方面叫地方政府借钱给地方政府去盖房 这讲一套说一套 那第二个呢 要抗通膨工资就不能这样一直涨 比如说郭董洪海十七跳十八跳 那中国大陆一方面暗示郭董说你解决的方式 就是全面提高 所以这是他们的迷思 算错了 算错了 所以洪海把工资提高 引发了下一个通膨 所以我们认为呢 第二个呢 大陆要慢慢去注重产业的动态发展 以及这个民间力量的兴起 就像我们台湾的产业 过去都是因为有美国日本的支持 然后政府在顺势而倒 那中国也有这样做 可是目前呢 他都还是由政府来主导 所以制度化 制度化 透平化 一次性 对对对 这是每一个政府都值得借鉴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今天的收看 谢谢 谢谢林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